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一开始说这个 廖老师啊 你在说什么 因为 看到没有 我前天是不是告诉你这支股票不要再追了 结果昨天拉高杀低 今天又怎么样 拉高杀低 我们等一下再来讲这支股票 各位同志朋友 很多同志朋友常常问我良好施工 欸 廖老师啊 你也可以補我牌吗 我为什么不能補你牌 我有分析师知道啊 我为什么不能補你牌 各位同志朋友 有这支股票叫做致冠 我听过吗 这一档股票 我听到法人连续买了将近20天 叫做致冠 你注意一下 你不要说我良好事没有玻璃白 而且昨天 我不是告诉你一支股票 五十几块的股票吗 那这一支股票 今天大盘跌了21.1 它 有没有涨停 它 有没有涨停 这是不是昨天 十五五十几块 十五五十几块 它 今天有没有涨停 你要是我知道 这支股票我知道 真的有涨停 今天大盘跌了21点 各位同志朋友 昨天告诉你的股票 我昨天怎么讲 我是不是说 我良好事报你的股票 当然是怎么样 先买先赢嘛 对不对 先买先赢嘛 后买就后赢嘛 而且 从我良好事上节目以来 我不是只有告诉你 昨天这一支股票 先前我不是告诉过你 两支股票吗 一支股票叫做什么 叫做日池 你那支股票叫做 松上吗 那 那这两支股票 你告诉我哪一支股票 不是标股 那一支不是标股 那一支不是标股 日池 涨了六根掌停板 我会发言说 你那啥没搞啦 六支掌停没搞啦 那松上 涨了十一支掌停 还是有会员不满足 你要是以你的实力 不是十一支掌停板 就会遵守 你怎么那么了解我啊 日池涨了六根掌停 有的会员说 那一支不够啦 那松上涨了十一支掌停 应该够了吧 应该满足了吧 那一支还是不够 你胃口什么时候被我养大的 好 既然有会员要求 对吧 松上十一支掌停 那一支股票 有的会员说 那一支不够啦 你胃口什么时候被我养大的 那我就幫你準備了什麼股票 還記得嗎 客家 就是我們節目一開始的客家 我還記得啊 當時我在講這支股票的時候 當時是8月11號 8月11號這一天 當時我告訴大家 這支股票的時候 很多老師都怎麼樣 都偷偷在看我的節目 那看完之後也就算了對不對 看完之後這些老師怎麼樣 還在怎麼樣 還在Facebook上面 還是在微博上面 還在講怎麼樣 那個梁老師報這支不知道什麼股票 不要聽過 在Facebook面上也跟你說 在大陸的微博面上也跟你說 我看我的梁老師 紅到大陸去了 很多老師看完我的節目之後 紛紛怎麼樣 發表高見 這支不知道什麼股票 F客家 這個公司 不要聽過 各位 我猜不管你有沒有聽過 最重要的 各位同志朋友 當日子這支股票 漲了六根漲停 有人說不夠開 所以接下來 我就說哪一支股票 松上 松上漲了11支漲停之後 還是有人 說不夠開 開口不夠大 對不對 我說沒關係 我梁老師我標股多的是 接著我就講哪一支股票 客家 很多老師都在笑我 很多老師都說 F客家 不要聽過 對不對 8月11號的時候 很多老師都說 什麼股票 怎麼可能會去 股票不會因為你們這些老師說 不會漲 它就真的不會漲 漲了沒有 不但漲 還怎麼樣 漲停板 漲了沒有 不但漲 還怎麼樣 漲停板 很多老師到這個地方已經笑不出來了 很多老師這些老師你在笑嘛 你在笑嘛 後來這些老師才說 哎呦 怎麼有這麼一支 這麼厲害的股票啊 那不是啊 你怎麼知道啊 我當然知道 我什麼都知道 到了9月2號這一天 App客家 總共 漲了 不囉嗦 13根 漲停板 當初啊 我在講的時候 不但很多老師都說 這一支股票會漲嗎 很多同事朋友 也在問 兩老師啊 這什麼股票 不要聽過呢 怎麼真的會漲 我說我兩老師告訴你的股票 你不要問那麼多 我一定有我的理由 我告訴你的股票 哪一支不是 要基本面有基本面 要基數面有基數面 那你還在擔心什麼 對吧 我兩老師我告訴你的股票 你先買就先贏嘛 你後買就好贏嘛 你先買就先贏嘛 你後買就好贏嘛 那我在9月2號這一天 我沒有告訴你 這支股票已經十三支漲停了 十三支漲停 無大金 來你看一下 一個禮拜的排行 漲浮第一名 就是這支客家 無大金 二十天的排行 第一名 也是叫做客家 無大金 三十天的排行 第一名 也是叫做客家 這支都什麼你知道嗎 一個禮拜的冠軍 一個禮拜的第一名叫做 叫做他的第一個冠軍 二十天的第一名 叫做他的第二個冠軍 三十天的第一名 叫做他的第三個冠軍 所以 靖伊高表你怎麼 你知道我怎麼叫他嗎 蛤 你知道我怎麼叫他嗎 他叫他什麼你知道嗎 三冠王 什麼三冠王 一個禮拜 一個禮拜排行 這麼多支股票 一千多支股票 一個禮拜的排行 第一名 就是一 那有的人說 一個禮拜太短 好 二十天的排行 三個禮拜 也是一 一 有的人說三個禮拜 還是不夠長 那好 一個月 又是他 拉近 所以我叫他三冠王嘛 是不是民府其實 是不是民府其實 其他老師你說第二名 那是他的事情 其他老師在做第三名 在做第一百名的股票 那是他的事情 你休息了兩年 你的功力有沒有退步 我很擔心耶 我謝謝你的關心 但是我梁老師 雖然休息兩年 你以為我這兩年在做什麼 假的 看不看 我梁老師休息了兩年 我的實力 有沒有退步 有沒有退步 你看得很清楚嘛 那其他老師在講的股票 其他老師在說聲音告訴我 我是不知道啦 反正我對第二名第三名的股票 我沒有什麼興趣啦 我也懶得去理他啦 可是呢 這一支股票雖然怎麼樣 我叫他三冠王 可是呢 我是不是在九月二號這一天 我說這一支股票 你讓他休息一下 對不對 結果九月三號昨天 拉高三滴 今天 再拉高 再三滴 你說你要不要聽我的話 我告訴你可以買的 他時間到30塊 我告訴你 讓他休息一下的時候 50幾塊啊 50幾塊 30幾塊我說可以買 對不對 50幾塊我說 讓他好滾一下 你不要聽 有的人不要聽 今天去買多少 58塊 收盤多少 56塊 我為什麼告訴你這一支三冠王 要休息了 因為 就像我在這個地方 我所寫的 客家十三跟掌庭 對 我告訴你 我們拉近一點 這邊 這種機會 還會 不斷的 出現 是 客家 你踩十三幾幾層 你去找一找 嘛 冠軍 多八百人做一個嘛 對不對 客家十三跟掌庭 對 這種機會 還會不斷的 出現 所以現在市場上都在問 誰是第二隻三冠王 現在市長都在問 誰是第二隻客家 誰是第二隻三冠王 我說你不用去問其他老師了 問也不知道 你要問你要問誰 你要問當初第一個 第一個 幫你找到這一隻三冠王的人 這樣你知道嗎 十三隻啊 那我告訴你這種機會還會不斷的出現嘛 那現在市長上都在問 誰是第二隻客家 誰是第二隻三冠王 我說你不要去問其他老師了 問也是白問 我直接告訴你 這一隻股票 會不會是第二隻三冠王 這一隻股票是我送給大家 中秋節的最大最大的賀禮 我那時候我告訴你的股票 你記住這三個這四個字 你一定要記住這四個字 先買先贏 先買先贏 後買就後贏 你要先贏 還是要後贏 各位同志朋友 這一隻股票你不要問我 會不會是第二隻三冠王 會不會是第二隻三冠王 很多話 我不方便在電視上明講 你只要記住這四個字 這一份資料 這一支股票 你不要問是不是第二隻客家 你不要問是不是第二隻三冠王 這一隻股票是我給大家 中秋節的最大賀禮 馬上就中秋節到了對不對 很多投資朋友到今年不但沒有賺錢 而且還虧錢 那我請問你一句話 你想不想跟你失去的這些金錢 再團圓在一起 怎麼做 這個很重要 歡慶中秋節 今天一句團圓價 月圓人圓錢團圓 今天這一份資料 當你拿到的時候 當你知道這一支股票 是誰支股票的時候 我請你一定要幫我梁老師 保密再保密 有沒有聽到 這一份資料這一支股票 會不會是第二隻三冠王 各位同志朋友 很多事情只能做不能說 你幫我保密再保密 這一檔子股票 今天你辦好手續之後 記得把這一檔股票 記得一定要要到手 今天歡慶中秋節 一律團圓價 月圓人圓錢團圓 今天一律團圓價 好好把握最重要的這一份資料 一定記得要拿到手 會不會是第二支柯薑 我們先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來 謝謝 謝謝 升旁邊� Vitalest 全民《青梁》 財專心 超級天市 Super One 超級 Pis after 1 全家真 輕鬆 投资是门专业的事业 也是门良心的事业 固德投顾都有期货 股票 双振兆 是您投资获利的最佳伙伴 入会咨询专线 02-2578-3000 2578-3000 最专业的投顾 固德投顾 用心 用心 还是用心 是固德投顾给会员最大的保障 也只有用心 才能为会员创造最大的财富 免费资料索取专线 02-2578-3000 2578-3000 最用心的投顾 固德投顾 当您投资失利 求助无门的时候 别失忆 固德投顾秉持良心经营 专业投资帮助您拥有期货股票双振兆 使您反败为顺的最佳利器 入会咨询专线 02-2578-3000 02-2578-3000 最甜蜜的投顾 固德投顾 头痛 请用五分钟 爸爸 鹅牌清理窗 专业复了是岛块 徐觅性能超越国家标准3.5倍 有了鹅牌清理窗 家就是宁静的停泊港 在家里打鼓 也是带友 吹记贴啊 先用记贴五分钟 欢迎各位投资朋友再度来到第二个阶段 投资朋友有很多很多种 但是呢 我认为可以分成两类的投资朋友 哪两类 第一类 一探钱 他很喜欢怎么样 慢慢的赚就好 细水长流 慢慢的赚就好 但是 你哪一类的投资朋友 大概跟我梁老师一样 没那个耐性啦 你股票慢慢的去 很好 但是你钱慢慢的赚 对不起 我喜欢怎么样 钱赚的比较快 股票怎么样 涨得比较快 我老师在这个地方 我讲述很实在的话 要找到一支会涨的股票 很简单 但是要找到一支会标的股票 就有点难度了 那要找到全市场作会标的股票 我相信全市场400多个老师 没有几个做得到 有一支股票 最近一个礼拜 涨幅第一名 有一支股票 最近20天 涨幅第一名 还有一支股票 最近30天 涨幅 诶 怎么好像都是同一支股票 30天排行 客家 20天排行 客家 一周排行 还是客家 所以这支股票 我怎么叫他 我叫他怎么样 三冠王 周冠金 20天冠金 月冠金 这样是不是叫三冠王 我跟你说 专期庭有什么标的股票 就是这支股票 那 当这支股票开始要涨的时候 全市场 有没有其他老师 告诉过你 当一档股票 当这支股票 还在低档的时候 刚要起仗的时候 有没有其他老师 除了我梁老师之外 有没有其他老师 告诉过你 好像没有 当时我在讲的时候 很多老师还在笑我 在Facebook 新浪微博 有没有其他老师 都在笑我 哎呦 那两个老师 报了什么股票 那不客家 哪会去啦 我不相信 好啊 你不要相信啊 股票不会因为你不相信 就不涨 股票不会因为你不相信 它就不飙 到了9月2号这一天 这支股票 十三支漲停了 十三支 十三支 你知道吗 不是那十三支啦 十三支 不啰嗦 很多老师到了这个地方 都笑不出来了 可是啊 我一有在资格三的告诉大家 类似这种股票 还会不断的出现 这就是为什么 我在9月2号这一天 当客家拉出 第十三根漲停的时候 我告诉大家 不要去追了 让他休息一下 结果 昨天9月3号 拉高三支 今天9月4号 拉高三支 这支股票怎么那么听我的话 叫他涨就涨 叫他休息就休息 怎么那么乖啊 这小孩怎么这么乖啊 那为什么我说这支股票要休息 因为这种机会 还会不断的出现 所以 现在市场上都在问 哪一支股票是客家第二 可是我不喜欢用客家第二这支股票 这种说法你知道吗 我们如果说这支股票是客家第二 哎呦 这样感觉 好像这支新的股票 好像不如前面那支 所以 很多人都在问 哪一支股票 哪一支股票会是第二支三冠王 诶 这样就比较好听了 对吧 哪一支股票会是第二支三冠王 会不会是这支股票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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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老师都说不会涨 很多老师都说 梁老师你黑白说 谁黑白说啊 谁乱讲啊 但是我告诉你 这支股票要休息了 对不对 因为这种机会 要把机会给别人嘛 对不对 所以 这支股票曾经是三冠王 对不对 那 如果客家是第一支三冠王的话 那么 谁会是第二支三冠王呢 今天这支股票 是我给大家中秋节最大的贺礼 今天为了这支股票 欢庆中秋节 今天一律团圆架 什么叫团圆架 赶快给我的助理打一个电话 好不好 用你的一块钱 只花一块钱 问我的助理 什么叫团圆架 祝大家 月圆人圆 钱团圆 欢庆中秋节 今天一律团圆架 没大金 今天这支股票 你不要问 会不会是第二支三冠王 我来表示告诉你的股票 先买先赢 今天这份资料 记得办好手续 一定要拿到手 祝大家赚大钱 谢谢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顺盛平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好 谁说了三 我是物流专家 让全球热爱 MIT 产品 我是OK 非常好 我是Dr. Beauty 让世界都变美 我是Happy达人 让香蕉皮变成抗锐益保健食品 自由经济市盘区才是台湾的潮 既在地又有竞争力 一起炒吧 投资是门专业的事业 也是门良心的事业 顾得投顾 都有期货 股票 双振兆 是您投资获利的最佳伙伴 入会咨询专线 02 2578 300 00 2578 300 00 最专业的投顾 顾得投顾 用心 用心 还是用心 是顾得投顾 给会员最大的保障 也只有用心 才能为会员创造最大的财富 免费资料索取专线 02 2578 300 00 2578 300 00 最用心的投顾 顾得投顾 当您投资失利 求助无门的时候 别失忆 顾得投顾秉持良心经营 专业投资帮助营 拥有期货股票双振兆 10名反败为顺的最佳力气 入会咨询专线 02 2578 300 00 2578 300 00 最甜你的投顾 顾得投顾 头痛 请用五分钟 爸爸 老牌清理窗 真理复了是倒快 10名性能超越国家标准